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资料 过去六个星期以来 白猴在燕门确诊人数 从120人增加到了283人 死亡人数也上升到有34人 疫情是相当的不乐观 加上内战不断 而造成燕门全国一半以上的卫生机构 因为资金和电力不足而被迫关闭 而当地的疫苗接种率 也掉到只剩下7成